所有支持一边是国 所有关心我爸爸的 我们的共青社团 用我们的参照 来干嘛人救国 生命的这边 台湾人的死亡里对 台湾人的愤怒里对 来干嘛人救县出培 为阿兵来做共产 鲜少露脸的黄瑞敬 这次用泪眼的悲情攻势 反向这个社会的观感何在 你观人观那么久 那我们这些很可恨的民怨 就不是社会观感吗 社会观感是你们来言说的算吗 你民怨这么深 你莫名其妙观人观了那么久 按照这个标准 应该是要破坏我的爸爸 破坏我的妈妈没罪 这个可笑在说 说这个 这个公民董事 就组织跟进入这样对不对 你都不要紧紧控制 三个礼拜台北地院 针对二次金杆案 陈水贬财背叛无罪 陈志忠总部立即印制 无罪的宣传单发给民众 没料到这礼拜最高法院 针对龙潭弊案 以及陈敏勋买关案 判刑了十一年以及八年 消息传来陈志忠总部气氛低迷 不过陈志忠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小港的选情相当稳定 遇到贬家被判刑的消息 对于支持陈志忠的选民 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反而会激起更多的僧侶民众 更支持陈志忠 要让他当选的议事